我手上的國會中立 他有清楚 你也查到我覺得這都非常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都非常嚴重 所以代表你要美國宿直 所以請你最後幫我們查證 確證他們講的不曉得在這裏 我做了三個作證 兩幾人先生在國會作證的時候 站上去講 說德國好淒慘 你們知道嗎 一年表現二十幾萬次 就是因為用了太多綠能的關係 我們還要像德國這樣子嗎 我們一定就覺得 哇 德國好可憐喔 想不出來 為什麼 德歐盟要紓困哪個國家 都讓德國總理梅克爾同意了 我在德國住五年 真的沒有停電過 我德國住五年 我只有停電過 我知道為什麼 沒有 就是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我在這裏是在一個大學 你們都是研究界的代表就對了 為什麼每個人自己研究一下 然後跟政府說 你們研究了什麼 為什麼你們需要 如果在他修背景吧 那這裏是在國會 我覺得這裏是有點外交 我在想有外交官 涉及外交事務了 所以因為 我只會覺得這是對普國的嚴重嗎 對 對 那我問你 回你的觀眾吧 對 也許就從谷布朗可以讀枕頭書到太平泰好了 這樣子也是可以 就說我們據我們所查完全沒有這回事 吳老師也許這樣就比較不是那麼深告介紹 好 幫你 其實我去年5月2號聽到兩群人這樣子說 在立法院的宮廷會 那時候是陳柏欽教授來講的 後來他又講了很多次 我當場問他 就是說如果是超過三分鐘的二十萬次 那乘起來的話就是六十萬分鐘 我算一算一年只有五十幾萬分鐘 那我問他多出來幾分鐘怎麼辦 幾萬分鐘怎麼辦 那個他就沒有回答我 這個國會都有組織搞的紀錄 去年5月2號的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的董事會 那我後來也查證 就是說德國算多少次是一個電票 要算一次 OK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數字來算的話 你可以上一下我們台灣的這個電力公司 他有停電的一個公告的一個網頁 我們一天啊 就好幾萬次 就公告 就通知你 這是計畫中維修的 都算在裡面 德國也是 不管什麼原因 天災人禍 還是計畫中計畫性維修 就是只要補充電超過三分鐘的都算 因為再上去就要補充 補充 因為電是不可以中斷的一種工藝 所以他電力公司要補充 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台灣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度 謝謝 我簡單回應一下 其實我不認為 我們要電力自由化 就變成全部自由化 我覺得不是那個樣子 我舉個意思是說 也許我們一開始沒辦法開放 過度像德國這樣 民間的發電廠很多很多 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不大的地方 一大堆能源公司也很奇怪 說實在話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 就讓這些用電的大企業自行發電 就會減少我們台電需要發電的量很大 各位去看我們過去二三十年 那個電量增加的曲線 其實服務業跟家有增加的不多 那個什麼工業系統增加的最多 所以你只要讓這些屬於用電量大的 那個廠或者區域自行發電 你拿他的電費補貼他 我覺得如果剛剛那個企業說 他一個月交第一的電費 他很能交 而且這不是最大的企業 你問他 那我要你執行發電 你要有幾億 我就拿幾個月的電費 通通不跟你收 接著你看電廠增加之後 他是不是用自己的電 他也不用再跟台電交電費了 你看他願不願意 他絕對願意 這是不是一種補貼 是一種補貼 所以我覺得 自由化跟補貼不會完全的衝突 那是在我們 讓我們的電降低 變成能源使用效率更高的一個 過渡或什麼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不完全自由自由化 那因為你在台灣 我剛才跟大家講 那我們就完全自由化 然後電量 那個電量 電量很高很高 我告訴你台灣 大家討論不下去了 但如果你讓他漸進去台詞的事情 剛剛那個方式 其實到最後 只要我們國家大概有三四十 甚至五十的電 是大家自己發的 其實台電的電源就變成備用電了 備用電源就不需要那麼多電廠 所以他們關掉沒關係 可能關掉一大堆石油化學電廠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那我們後面來個主要 介紹一下 國副社長你好 我是反而部隊的志工 我比較好奇是說 這二十多年來 我們知道德國在太陽能發電 從補助民間蓋屋頂的這些補助的政策開始 那整個發展到現在 去年我看到的新聞是說 在一個鐘頭之內 發電量可以達二十個核電廠的發電量 那我們台灣 我們大概知道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太陽能發電 其實連一趴都還不到 那我是想請教副社長這邊 給我們台灣的經驗來說 從德國看台灣 在政策上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你們走過來這條路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還有目前台灣 整個日本在接下來的這幾年 都會大量的投資太陽能的設備 那能不能建議說 我們在台灣包含 我們在我們未來的政策的發展上面 在太陽能的所謂的發電設備上面 比如說建築物上面 在德國的經驗上 我們應該從哪些地方開始發展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是接下來台灣必須要面對 而且也必須要走的路 那我們希望聽聽看這方面的登國經驗 謝謝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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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陽能方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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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自由市長的一些無力的做法之外 嗯 在建築表中 可能有最多的政府可以做做事的部分 嗯 如果有一些比較嚴格的那個結業能量的建築表中 很快 是用太陽棒的出來 嗯 熱水方面 空橋方面 很多這些方面 就是你需要空橋是白天的時間 白天沒有太陽 這樣的 嗯 這個地方其實很好 嗯 看個順勢的技術 一個政府如果他在建築方面做一些標準 高層的標準 技術會 嗯 發展一些解決 嗯 就是可能除了只有的電廠 嗯 那個 發電市場之外 這個可能是有做法 還有別的 嗯 嗯 可是這個是更好的 嗯 嗯 除了我剛說的 其實 一個問題是 還是一樣的 每個國家的能源解禁不一樣 在德國可以走一條路 在台灣哪可能要走別一條 就是 嗯 不重要 你要不要一個自由的電腦還是不要 嗯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可以總共的那個 德國的 出法研究 對台灣的一個研究 我覺得 台灣的研究所 嗯 做一個國際的招標 研究一下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能源的研究 會幫助大家看比較清楚 做一個 非常研究 不讓整治一下一些 嗯 數字 看一下有什麼研究 就可以 最清楚的 兩千塊的研究 才能最好一組 其他的問題嗎 欸這邊 欸 我們先自己 那個林老師好 好 各位大家晚安好 我是那個 培育議員所的老師林仁 我們很高興喔 今天聽到 這麼精彩的這個分享 還有討論 那我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 剛剛是代表提到 所以我們問你 德國人可以 付更多的錢 然後為了 可以有比較安全的店 那另外 德國人也 會為了這個 核能的這個問題 寧可為了更安全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空間 所以來fake 那 嗯 剛剛你也介紹過 就是說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你們的政黨有很多的不一樣意見等等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在德國怎麼處理 這樣子的一個 可能意見會非常分歧 那 然後可能甚至會有很多的衝突等等 我想在台灣 我們現在是 碰到這樣的狀態 那 那德國的經驗 可以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情報 就是 怎麼會後來大家 整個社會 有這麼高的共識 就是 寧願可以付更多的錢 但是是 要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怎麼做到 後面這位 您要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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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在一個非常有名的 腳踏車的城市 那我想請部長 就是說 就您對於 在德國當地 風土文化的了解 那您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殊的現場出現呢 我可以去做 你們去做 我可以去做 我去做 我去做 你們去做 可以 遵對這個難言 我跟你們 唱 那個德國的歷史 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衝突 很多人 會 也有 無力 抗議在一些 和人工廠的旁邊 跟清朝 有無力的抗鬥 這個 會發生 如果 有人 有感覺 沒有人聽到它 這個我覺得 是 整整方面的一個 一個事情 要避免 一個集團 我覺得 沒有問題 聽見我們的話 就是 但是 別無分 有時候 一個議題 跟別的部門 也有關係 所以 又說 它變成一個 表示的部分 所以 給你們看 那個 綠黨 開示的時間 其實他們 反對所有 那個 保守黨的想法 這個 和能的部分 給他們 一個 一個整治的內容 就是 別的黨 都支持這個和能 他們覺得 啊 不要支持這個 這個技術 所以 它不一定是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它變成一個 非常厲害的 整個方面的討論 你 懂這樣的情況 出來 找到一個 混色 可能 比較難 如果需要 三十多年 大概 這個混色 就是 唉 沒有國家不一樣 沒有國家的發展不一樣 我覺得 哲俊耀是有很多 聰明的 專制家 提到發泄 這個方面的問題 可以提到 找到一個公式 還是最序股 需要聰明的 對 然后刚刚提的那个城市 白宝其实只有一个名字 你看汉堡 发达 富 农英 还有所有的德国城市 有自己的能源和气候政策 不可能一个中央政府 决定一个角落 然后都会模式性一样会改变 你需要所有的国家的社会 帮助多出自己的贡献 农民自己发现 大家节约能源 买一部车建造你的能源消耗 最重要在德国威斯科德文城公司城市 是城市的能源 节约能源气候改变这些目标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建筑标准 虽然德国的建筑标准在 联邦的规定上蛮严格 很多的城市还有更严格的标准 包括大范围的城市 汉堡 发达 在那边在2020年有一个欧盟的规定 所有的大楼必须是离他们的大楼 信的 德国的汉堡 反而不复兴 目前已经要这样实现这些 以他们有这个自由度 其实帮助全部德国做这些 这个能源改变的能源 如果没有他们的武先 可能中央政府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再次强调 这个政策不是一个中央政府 一些转家想出来的一个影响 是一个全社会要达到的一个影响 感谢观看